早上6點半起床 由元朗飛出西灣可探望慢板早餐之後 約了一位朋友10點在碼頭集合坐10點半的船去東龍島 由西灣可地鐵出口沿著泰安街方向下塞海濱 只有5分鐘左右就會到登船的地方 除了西灣可之外 另一個碼頭就是里漁門的三家村 只有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才會開船 船程大概是35分鐘 船費是55元 5至12歲是40元 遲落郵卡的就4元來回 所以我們這班長者的朋友 有空就會去東龍島逛逛 不過要溫馨提示一下 就要記得留意回程船的班次 否則就要留在島上紮營過夜 看著小鳥、看著山、看著海 看著大約半小時就會見到這隻雞腩這麼大隻的雞腩石 在東龍島上 這是南塘碼頭、舊碼頭、佛塘門碼頭是新碼頭 比較接近營地 如果去露營的人士通常都會選新碼頭那邊上岸 一上岸就會有一張地圖 施工和朋友聊聊今天怎樣走 東龍島是四面環海 多年來我也知道風景很漂亮 但很多時候聽說或者在網上看到的資料 都說環島是不容易走的 所以一直都不敢來 環島是不容易走的 但原來可以不環島 而且路線也有好幾個選擇 難道是因人和因簡選的路線而移 現在這個位置 下車 我們看下海的地方走 來到這邊的景點就是白崖 這邊較多景點 這邊沒有那麼辛苦 這邊一直走 現在我們在南塘碼頭 結果朋友們都就我們第一次來東龍島 走比較容易走的 碼頭上岸之後就向左手邊去 我再拍一次 碼頭上岸之後 就向左手邊的路程去了 這裡數落都有五六間六七間士多 朋友說以前沒有那麼多 所以現在來東龍島 一點都不用休會餓了 不過我們還沒餓 先走路 東龍島 東龍島 又稱東龍洲 是西貢最南端的島嶼 位於青水灣半島對出 東龍島的名字 由來是由於這個島 長期受到風浪侵蝕 而形成很多通洞的海食洞 就是這樣通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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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東龍了 走到這個位置 就是島上一塊叫雞拿石的地方 我們就沒有上到去 東龍島就是坐擁無敵的大海景 來到這個位置 每個都掛著打卡 這個季節滿山都是三年花 三年花的季節就是四至九月 東龍島除了行山之外 又有什麼玩呢 亦都是露營勝地之一 可以觀星、觀雲、日出、日落、河海、上浪 燒烤、放風震 不過現在那麼多士多、那麼多美食 不知道還有沒有人燒烤就不知道 另外還有攀岩和玩非常愛好者的其中一個熱門地 不玩的就看人玩 我們今天一群人都很感恩 天給了我們半天好天沒有下雨 天氣預告說偶爾有雨 沒有說有雷 最怕就是被雷劈 雖然是真的沒有做過虧心事 但是也不好明知山有苦 就是要去行山 這種花叫艷山薑 很有藥用價值 也是幾種蝴蝶的主要糧食 走到見到假日士多這個牌之後 就穿過假日士多就會到第一個景點 燈塔 這個燈塔也是必去的其中一個打卡點 就是這樣 走入假日士多裡面 捐過去 穿出去 燈塔 可以走進去的 但是有些崎嶇 要量力而為 最重要 我們就不下去了 在上面拍都已經很快 好夠好漂亮 東龍島的交通工具 除了船之外 第二種就是直升機 只不過是用於急救的時候 這裏看上去就是直升機瓶 設於藍塘頂 是東龍島的最高處 海拔是232公尺 再走就走去看一個新碼頭 佛堂門碼頭 就是我們剛才搭的船 第一個站 我們在藍塘碼頭 下了之後就會過來一個碼頭 據我們經常來的山友朋友說 如果你原門開出的話 就不會拍這個碼頭 就只是拍藍塘碼頭 之後我們沿路回到假日 士多繼續向前走就去砲台 沿路上的風景一直都是叫人讚嘆的 官方營地的洗手間 據影片之中 這位雷士就說他一假日 就會來這裡做義工 將洗手間洗乾淨的滑 來到砲台的範圍 這裡留下了一間舊屋 現在用來介紹東龍島的歷史 這個砲台建於清代康熙末 是古時的重要軍事據點 用作防禦海盜 雖然現在裏面是沒有大砲 現在看到一格格的刑防 以前有15間和8枚大砲 這個砲台因其歷史價值 所以被列為法定古蹟 附近這個小樹林 除了是拍攝的素材之外 也是一個熱滿營地 今天就怕下雨 否則這裡就紮滿了營 這裡非官方的營地 近海邊 風景漂亮 官方的營地 設備完善一點 我們這一段路程 剛才我不是說上岸 之後向左手邊 即是島的北面 平時都很多人 因為這邊比較多景點 而今天就怕下雨 沒什麼人來 故此就算北面都好 整段路程都是非常之寧靜 吵极 都是得回我們這一班難玩 有下雨都來 接著再走 就有個警告牌 前面是懸崖切脈前進 我們北面的路程 就到此為止 之後就沿路接返回南塘碼頭旁邊的士多 現在想大家看一看地圖 就會更加清晰 上岸之後向左手邊去 放大一些地圖來看 剛剛去完燈塔 新碼頭 營地 炮台 至於潛龍 吐珠 噴水 岩 吐瓷凍 這些不容易走的 我們就不繼續走下去了 現在我們沿路接返回碼頭 就向另外一邊 走去石黑那邊 而我們走這邊 就想嘗試走去白崖 白崖的位置 現在看地圖最底部 現在也想順便說一下 其他的路線 路線就可以自己組合 有些人就這樣走 碼頭 雞拿石 營地 燈塔 炮台 藍塘頂 綠頸灣 遼望台 回碼頭 走完這條路線 又可以這樣 碼頭 石黑 綠頸灣 藍塘頂 吐瓷凍 潛龍 兔豬 噴水癌 那些 之後就去炮台 燈塔 然後在佛堂門 碼頭離開 哪個碼頭離開 又是隨自己喜歡 我以前經常都聽到 京激滿途 有沒有明顯的路徑 原來就是指 藍塘頂 原來就是上去 直升基坪這一段 不走的話 整體其他的路段都是輕鬆的 那現在來講回我們 又合傳史多旁邊向右 在地上有石黑兩個字 那我們起步了 那如果走右邊的話 又可以正是走去石黑 這個石黑是香港最早有文獻記載 是史前時期的石黑 證明當時已經有人類到訪或者聚居 亦都是香港境內所知最大的石黑 看這個石黑 就要落400級石級 來回就800級 所以亦都可以專程走一趟 只是看石黑都可以 嘩 怎麼見到這條樹藤都這麼看不開 這個是慣性的 我引回它下來 它是要向上爬的 一條毛蟲都這麼有毅力 是都要向上爬 這隻花網上就說是水黃皮 毛毛蟲的繁殖棋 就是春天和夏天 很多時就會掉在半空中 實的毛蟲就會瀑在你身上 我都來了兩夜 嚇到我瀑都瀑不切 它的毛帶有毒性 會掉在你的皮膚上 令到你過敏和恒仰 就是這樣 走到這個時候 天色就開始由藍變為 較為灰藍 都還是挺漂亮的 都未變黑 走到距離鹿頸灣 還有1公里多些 就開始落出雨了 要擔傘 但是都依然繼續向前行 未失我們的慶節 一路擔著傘 一路越落越大 一路走到 看到白崖的背部 就深色 如果要走去白崖 還有多遠呢 現在鏡頭的中間看到 明顯有條路走上去 然後走下去 再走出去外面的小島 看到打橫 有條路 再走這條路 再扮那個島 那邊就是白崖 白崖據說是經人為加工而成 目的就是為了船隻 不要撞山和擱淺 崖石上的白色 罩眼看就像雪山 故此成為打卡熱點 但要注意 要落崖才拍到雪山的效果 落崖就需要 行山較為知心的人士才落到 否則看不到白崖 所以我已經心滿意足 看到它的背部 這段雨中行山的經歷 一點都沒有白崖 還感受到平時感受不到的煙雨迷蒙 加美景 天海一色 平時只有藍色 今天可以看到白色 這個景色 迷人加上豐富歷史價值遺跡的小島 確實是家日感受環境寧靜 閒情一知的好地方 最後要告訴大家 就是整個島都沒有涼亭 沒有遮蔽 記得要帶行山障 足夠的水 穿防滑的鞋 注意安全 就會玩得開心 又放心 哈哈 今天我們包船 整架船只有我們自己 這班人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